現在宣佈開會,首先進行報告事項 請議事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及交通委員會第十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一百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十至十二十五十九分下午二十一分至二十十三分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上午九十一分至十二十三十分下午一十至一十五十七分 四月三十日星期四上午九十六分至十十二十三分 地點北約紅樓二零一會議室出席委員洪孟凱等十四人 列席委員葉玉蘭等三十二人 列席官員四月二十七日及四月二十九日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等 四月三十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哲成等 主席李召集委員昆哲 四月二十七日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事錄決定議事錄確定 二處理一百零九年度中央政府總域算案 關於交通部主管預算凍結書面報告案 即二十二案 決定第一案至第二十二案均准以備查提報院會 討論事項審查交通部韓松一百零九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檢送該部台鐵整體構置及台灣車輛計畫 預算凍結書面報告案等四案 本日會議所列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四案 由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等報告後 既有委員洪孟凱等二十一人提出質詢 軍經交通部部長林佳龍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尋答完畢 二委員陳歐珀等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三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為其答覆部分請交通部盡速以書面答覆 決議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四案均同意被查提報院會 通過臨時提案七項 4月29日邀請交通部就交通運輸系統防汛 準備作為既相關演練辦理情形 進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日會議由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等報告後 既有委員李坤澤等二十一人提出質詢 軍經交通部部長林佳龍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巡訪完畢 二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為其答覆部分請交通部盡速以書面答覆 通過臨時提案五項 4月30日討論事項繼續審查 委員邱憶瑩等18人擬據政府採購法 第85條之一及第86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兩案 決議委員邱憶瑩等18人擬據政府採購法 第85條之一及第86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兩案 均保留令則期繼續審查 通過臨時提案三項三位券斷完畢 好請問各位委員對議事務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議事務確定 現在介紹在場委員 一位我們洪孟凱委員 好謝謝邱晨委員 謝謝 陳樹葉委員 好我介紹列席人員 交通部黃玉林政務次長 請坐謝謝 陸正思陳文瑞次長 請坐謝謝 道交督導委員會 謝鴻明執行秘書 好謝秘書請坐 法國委員會陳文全執行秘書 好執行秘書請坐 公路總局陳彥博局長 好請坐謝謝 高速公路局趙清華局長 謝謝 運輸研究所張開國組長 謝謝請坐 華務部林峰文參事 好請坐 請坐 請坐王鳳輝組長 好請坐 黃組長曾經擔任過我們馬祖林彰縣的警察局局長 林建署趙啟宏前任即正 好請坐 請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秋秋禪專門委員 好 專門委員請坐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吳慧君科長 請坐 經濟部國民事業委員會 林漢榮科長 好請坐 台北市任務交通局交通管制功能處總工人士劉佳佑先生 好請坐 高雄市任務交通局裁決中心翁克明記政 好請坐 台中市任務交通局林克帆課長 好請坐 桃園市任務交通局徐如梅記事 請坐 好現在請議事員宣讀討論事項的案由 審查民眾黨黨團 擬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55條及第56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許舒華等20人擬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8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洪孟凱等17人擬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0條第55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樹葉等18人擬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0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劉兆豪等16人擬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0條條文修正草案 宣讀完畢 好現在請台灣民眾黨黨團代表邱成遠委員說明提案要值時間三分鐘 好主席各位官員在座的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能夠代表台灣民眾黨黨團跟各位報告本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修正草案 本次民眾黨團提出的修法契機是研製於在台灣的都會區的交通文化 目前大多以汽機車代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滿足社會的生活所需 但是又因為停車位不足以及我們的街道規劃較為狹窄 導致地方的政府與人口密度密集處大多以劃設紅線為主 現況的黃線臨時停車為三分鐘難以擴大劃設的規模 使民眾只能被迫微停在紅線進行接送的行為實在非常不方便 有鑑於此本席接獲許多民眾的陳情以及地方政府的陳情 幾經思考後決定將暫時停車與臨時停車在法治上做明確的區分 讓地方政府可以多一個選擇讓民眾可以有更好的交通生活品質 這也是本席的初衷 那在修法點的部分有鑑於此 我們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第三條中 在紅線也就是禁止臨時停車 及黃線就是臨時停車中 新增了暫時停車的定義 也就是我們犯稱的紅須線 將這個規定希望可以讓它法治化 紅須線我們是規定在30秒內 只要以這個人本的這個原則出發 保持可立即隨時行駛的狀態 就可以暫時停車 可以說是介於在紅線及黃線之間 給予地方政府有一個更有彈性的選擇 在55條跟56條的規定中 則是配合紅線及黃線的違規樣態修法 如在紅須線停超過30秒的處罰規定 或是給予行動不便 上下車可以30秒等規定 有人可能認為說這個是專屬於這個都會區的法規 中南部沒有需求 但這個法的本質就是給予地方政府彈性 可以地方政府它去選擇 當然人口密度高的都市它就會去 可以做這樣子的實施 那如果地方政府認為沒有必要 也可以不用設 讓有需要的地道放寬暫時停車的限制 那以上是大略我們這次修法的簡介 這個修法只是讓用路人能夠更方便 在交通順暢及用路的需求的權衡下 所提出的修法 本席抛出這個修法的議題 希望社會可以多一點關懷 讓民眾更方便 也歡迎在座的各位可以提出更好的建言 讓台灣的交通環境可以更好 那此案是以我們人本的原則出發 我們讓民眾更便利 那我本身自己也是一個三個學齡前孩童的父親 其實我本身住在台北市 在這樣子這個 目前的這個停車的現況 對於我們接送小孩確實是非常不方便 那我自己就是一個這個 呃...陳青藤的這個角度 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齁齁 各黨團 齁各個委員齁 大家可以支持這個提案 謝謝 好謝謝 求生委 求生委委員 請許委員俗華說明提案要職 許委員 許委員不在 請洪委員孟凱 說明提案要職 謝謝 好感謝我想這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0條的提案 其實首先先講 這一個條例已經有9年的時間沒有在做修正了 而目前的汽車的貨運總量跟自用貨車的車輛數都是大幅的來增加 像我們最近拿到的統計數據來說 有汽車貨運總量是8.6億公噸一年喔 其中65%都是由營業的貨車來做運送 那再來看是說呢 這個最新的統計數據來講 自用貨車的數量 已經是高達將近近百萬台 而相比上一個年度 106年度的時候 又增加了近7000台 營業貨車8萬500多台 相較於上一個年度7萬8千多台 增加了1600多台 也因此我想 再在顯示出管理必要與時俱進 才能讓運送貨品安全 也才能讓用路者更為安全 所以本期提出三個地方來做一個修正 首先 這個 路線的部分 所以說呢 因為我們載運貨車 載運貨品有列長寬高 但是並沒有規定它的路線跟時間 也因此可能會有違反安全的一個危險駕駛 違反要件上面 本期新增了所在物品脫落的款目內容 第二個部分 就是在於是說 我們的這個罰則 也在給予這個補充 那以及 從原本的 3000元以上 違反的話呢 3000元以上 9000元以下的罰還 有所修正 修正最低3000元 不變 但是最高 處13000元的罰還 我們希望是說 如果說有累犯的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可以適時的給予這個 法令 來讓它來做一個這個賀子 那最後啊 本席其實 也再一次講一下自身的經驗啊 十多年前 還是大學時代的我 就曾經在路上 前面一台貨車 它的貨品是沒有綁好 我騎著摩托車 當時就覺得說 有預感好像那個貨品會掉落 到最後果不其然 莫非定律就是如此 它真的掉落了 本席就當場雷殘了 也因此我在路上就是做雷殘 而當時的法治觀念還沒有那麼完備 也沒有用路人看到 更沒有報警 這個 一時發生車禍的本席啊 就在駕駛人 停下來之後 胡亂丟給了200元之後 打發了我 我就接下來200元 然後就這樣子的 被一個道路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給這樣給抽 壓坑給抽掉了 而本席就一直覺得是說 如果連過去的這段時間 我都會曾經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可能全台灣真的有太多人 都遇到這樣的狀況 也因此 需要做一個補充修正 讓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我想這才是民眾的福氣 謝謝 好謝謝洪孟凱委員 請陳委員數月說明提案要指 謝謝主席 本席今天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條 主要是希望 建議針定這個 汽車裝載貨物 與行徑間產生脫落 掉落的這個處罰的規定 以及 裝載危險物品未依規定 行駛車道的處罰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公公局的統計 每年國道散落物的這個事件 遇四萬件 這個對於這個國道的交通安全 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知道 在高速公路上 車速很快 所以這個 萬一這個東西沒有綁好 掉落下來的時候 後方的車輛如果閃避不及 就是會造成 這個後方駕駛人這個車禍 那另外如果說這個 掉落物 一時之間沒有處理好 也是會引發這個 二次的這個交通事故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危險 那其實這個法則 也不是針對這個國道 一般的道路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 目前的這個法則 沒有辦法有效來遏止 這樣子的交通的事故的發生 所以我們希望針對這個部分 提高這個處罰的這個金額 希望能夠有效來赫阻 這個事故的一個發生 好,謝謝 各位委員 各位在場的先進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的榮幸 應邀到各委員會 到各委員會 就委員會所提 民眾黨黨團 許委員俗華 洪委員孟凱 陳委員蘇月 劉委員 趙豪 等相關就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條 第十八條之一 第三十條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六條 第九十條六案 提出修正提案 那剛剛也聽到各位委員 就本身親身的精力 體恤國人的這個安全 提出各個提案修法的這個內容 深表敬佩 也感謝 那以下如果主席同意 是不是我們就請陸政司長 就各個提案交通部的修法建議 提出報告 謝謝 好 謝謝黃市長 請陸政司 陳市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接著就委員的提案 提出本部的處理建議 盡情指教 一 民眾黨黨團 及洪委員孟凱等提案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條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六條 那有關 針定暫時停車行為太陽規定部分 本部為求慎重 以於一百零九年四月三十日 邀集各直轄市政府警察機關及相關單位研商討論 那基於民眾日常生活 卻有上下人客的需求 本提案修法方向 新增一種新的停車管制標線的種類 可供道路主管機關 應地制宜選擇使用 以利巷道等交通管理 應可審慎檢討 為建議文字再加以修正 另外有關 洪委員孟凱提案 有助於接送幼童者可更衝容照護幼童的上下車 那不過我們也是建議就是說文字需要再加以修正 那二 許委員孫凱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條之一 主要是為降低大行車因轉彎發生的事故 那本部禁表贊同 那建議文字也是稍加在做修正 第三 洪委員孟凱陳委員素月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主要是將汽車裝載貨物 於行進時欲有脫落掉落等納入處罰規定 有助提升行車安全 那本部也禁表贊同 那文字也建議再加以修正 第四 柳委員趙豪提案修正這個我們條例第九十條 那建議違反處罰條例的行為 從遇三個月不得舉發修正為遇七日不得舉發 那因為現行處罰條例規定舉發期限都是三個月 主要是考慮這個 除了違規的行為除了當場舉發 直接交付這個罰單以外 其他的舉發的類型 包括這個造勢的舉發 民眾檢舉的舉發 職權舉發 進行舉發 那相關的警察機關跟公路主管機關 都需要有足夠的時間 針對違規事實來加以查證 那我們以這個造勢舉發為例 因為警察機關在這個造勢之後 那需要釐清這個造勢的原因 真造勢的責任 那對於就是說違規的行為 在造勢舉發前的話 也需要審視相關的現場圖 照片還有當事人的談話紀錄 那往往就是沒辦法在這個事故發生後 立即製作玩具 所以相關的交通事故案件 都需要相關事證完備後 才可以舉發 那我們建議就是說這個案子 維持現行的規定 那綜上說明這個本部敢配相關委員的提案 僅提供本部的處理意見 敬請委員指教謝謝 好謝謝陳司長 現在進行巡答 先宣告以下事項 巡答的時間初期委員5加2分鐘 列席委員5分鐘 暫定10點30分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在10點30分截止 各位委員如果有提案 請在10點前提出 以便議事人員會整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之洪委員孟凱發言 主席謝謝麻煩請黃次長 好請黃次長謝謝 好市長長 我想市長 這兩天齁 就是運安會這邊針對去年10月 南方澳跨港大橋六死十二傷的斷橋事件 有做這個報告 也列出了五大疑點 那本席今天因為認為說這是一個重大的 道安事件 非常重要 也因此我想說再跟市長來做一個這個討論 首先喔 這個運安會他們有做幾個五大疑點 包括說從這個橋 2016年之後就沒有再做橋樑檢驗 也看到鋼索沒有對位 或是部分鋼索生鏽等等相關的部分 那現在預計本週的名單會上報交通部給外界一個交代 市長 就您了解喔 現在看到這個五大疑點重重阿 是否認為行政疏失有非常重大的一個情況 呃 報告主席跟委員 交通部尊重運安會的調查的結果 那委員剛剛所提的懲處名單 我們也確實已經收到港務公司 所提到提報的懲處名單 那這份名單主要是依據港務公司本身內部的檢討 還有之前公路總局所做行政調查所做出的懲處建議結論 那這兩天我們還會再進一步參考運安會的事實調查內容 來加以檢視是不是有需要調整 然後再做成最後的懲處 沒有錯 因為運安會現在的一個調查報告非常的明確阿 那之前的懲處名單這港務公司 尤其本席這邊要提醒我們交通部 就說2016年之後就沒有再做橋樑檢驗 市長 就您的了解這種重要的橋樑是不是兩年都要做一次橋樑的檢驗 這一份的事實跟我們之前的調查是一致的 那兩年一次橋檢 這個是我們的運輸研究所 它有一個評鑑制度 裡面所做出的這個建議 那事實上 絕大部分的機關 單位都有依照這樣的制度在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南方澳大橋 說實在話 它真的不是天災 它就是人禍 沒有做好橋樑檢驗 從2016年之後就沒做 而運安會的報告裡面 在媒體披露出來是說 因為權責的問題 2016以前可能是宜蘭縣政府這邊行政督導 就是說行政管轄業務管轄 但2016年之後他們做移交嘛 但是在移交過程之中可能變成是 港務公司還是宜蘭縣政府兩方面都認為說責任沒有在他身上 所以在這中間因為權責問題而造成沒有做這個橋樑檢驗的部分 我請交通部這邊一定要釐清事實來做出最正確的處分 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 謝謝 好 那另外我想再跟次長這邊討論 從跨港大橋2005年到2019年 即使過去在宜蘭縣政府的這個權責裡面 它是有做橋樑檢驗的 但是只有2019年跟2010年 等於是說只有兩次的油漆維護跟鋪面工程 這個是跟主橋結構相關啊 這也是運安會的這個報告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會不會也是造成它所謂的鋼索的生鏽 或者是說鋼索的沒有對位 以及承載跟重量不符的一個狀況的一個發生 到最後變成這樣的一個悲劇 委員所提的這些現象 運安會還必須要進行進一步的結構分析 因為分析還沒有出來 現在分析還沒出來嗎 後續它還會進行這個整個結構 市長就您了解什麼時候 運安會的這個分析會出來 我得到的資訊是8月 運安會會提出這個報告 今年8月 好 那 市長我想最後喔 您認為這要到什麼樣的層級 才真的能夠讓社會大眾有個交代 是不是有多少證據就一定會辦到哪裡沒有預設 跟委員報告 只要是行政上該作為而沒作為 我們都會提出懲處的建議 好 所以就一樣嘛 就如同本席剛剛講的嘛 就是證據到哪裡應該負責人就一定要負責 沒有上線沒有預設立場不會到最後小小成半一肩扛起 就大家都沒事 不會這樣子嗎 不會這樣 好 謝謝市長 來 市長另外我再請教喔 其實上個禮拜真的還有所謂的1968之亂啊 那當然看到這個連假三天 五一連假滾動式的一個管理一直有在做調整 也確實1968有提供相關準確的一個參考值 但是接下來我想1968 他可能之後就會負起這樣的一個相關的責任 都會讓民眾在出遊的時候做參考 是不是之後考慮會常設在1968上面 就做這個熱點的人潮管制的一個數據提供 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1968的整體的建制 我們交通部一定會全力配合中央指揮中心 來進行協助 沒錯嘛 疫情總會過去 那現在我只本席提出說 1968當初是高工局嘛 對不對 他是針對國道上面的車 人潮車流嘛 所以說有黃燈 紅燈 黃線 紅線 紫線 所以說我們才會講說紙報的時候 大家就不要走那條線嘛 那一樣 這一次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說各景點都有234個景點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綠燈 黃燈 紅燈 將來是不是可以在1968這邊 就變成是一個常態性 即使疫情指揮中心這邊告一段落 疫情告一段落了 但是1968這邊也可以提供這樣的資訊 需要多一點的預算去做系統的建制 更加的準確更加完備 我想我們民意代表 只要能夠提供給民眾方便 我們是絕對都會來支持 但是重點在於是說 是不是能夠讓這個系統結合 準確讓民眾之後出遊的時候 都有一個最好的系統來做參考標準 跟主席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一個平台 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就會下架 但是 下架 但是如果委員認為 你說 1968APP之後要下架 針對這個功能我們會下架 那之後如果 要取消 如果委員認為還有需要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再來研議 看怎麼來處理 不是 市長 這一點就是本席現在要跟你們建議的 本席就是認為說 既然已經在這個時候建制 過去這段時間 1968有檢討 但是也有看到改進 那我們現在就認為是說 民眾會習慣 1968之後就變一個 我們交通部出遊的一個 參考依據標準 所以本席強烈建議是 不但不能下架 還要精進這樣的一個數值 讓以後民眾出遊的時候 都有一個參考的依規 這樣子可以嗎 針對委員的建議 我們會來研議怎麼來處理 好 謝謝市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洪孟凱委員 下面再位請邱簡志委員發言 主席我想請次長 好 請黃次長 謝謝 委員長 欸 次長早齁 次長 那個你是交通大學的教授嗎 那你在這個新竹住多久啊 呃 前後快二十五年 快二十五年 來來回回 OK 所以你應該對新竹市區也很熟啊 很熟 那我現在要跟你報告就是說 在這個上個月的十六號 發生一件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北大路跟仁德街這邊 發生了一個交通的這個意外 那這是一個貨車一個停在家 以及被下貨到便利商店 一個年輕人開的 那一對這個恩愛的老夫妻呢 兇三郎啦 他就是來 這個到這邊的時候 先生載的這個太太 他就撞上去 然後 一死 一傷 那先生就廣生了 那太太就 在國泰院住了 這個一個禮拜 到現在 也手要再回去 那類似這樣的 這個交通意外 其實 在這個事情之前 在民生路也發生一件 就是貨車 停在 這個路上面 像這樣 然後 他在 下貨 一個 這個媽媽呢 她過去的時候 你就廢車就凍在這裡 你知道 我們身體的這個 路 都大概就是這樣 結果 他彎出來的時候 後面車都要撞下去 小孩就沒有媽媽了這樣 也是一樣 所以類似這樣的狀況 其實 以前 在這個本委員會的時候 都一直在提說 交通意外 每年死了將近三千人 那交通部 規劃說 要怎麼樣來 這個預防 減少這個死亡的人數 那像這樣的狀況 道對 次長你覺得 這都很哀傷的一件事情 坦白講 我到 便利館的時候 我真的是看到那個 太太 他手就這樣 在那邊折蓮花 然後 先生都已經枉生 一條人命 這樣的狀況 那 次長不曉得說 對像這種狀況 貨車 然後圍停 再 外車車道 然後像這樣狀況 交通部有什麼樣的 這個解決方案 對於貨車或是其他的車種 圍停 這種事故 的確是經常在發生 是啊 我們是感同身受 所以 我們也在這裡 也要 後續也要再跟我們的 警政的執法單位 我們會來加強聯繫 是不是要來加強取締 對 這一種圍停的事件 當然 你看一下 當然這個跟 標線的畫設 對 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也會 邀請地方政府來 是不是針對這種圍停 所造成的這些 重大車禍 對 尤其是有一些熱點 我們應該來深刻的檢討 標線的畫設 市長你看一下 像各縣市 我給你看一下 就像宜蘭縣 你這個各縣市 做法 我們有稍微去搜尋一下 請宜蘭管境戶 陸邊收費停車場裡面 他有規定 物流業者或一般貨車 使用於陸車裝卸 或的停車的需求 所以有一個 叫做 貨車專用卸貨區 這是宜蘭管境戶 那嘉義士呢 他在今年4月 開始事辦 就是說 貨車裝卸貨收費停車格 他自己有公佈 4月的時候他自己 他自己 台北市 他有設置 裝置卸貨專用 停車格 他可以讓你查詢 到底 譬如說 內湖區 什麼內湖路 新隆路 頂頂有的沒有給你查 台中市 開放三棟盤的 衣服衣服的小貨車 客貨兩用車 有一個 叫做貨物的這個 臨時停車區 對對對 然後台北市 他這邊回答是說 這假日到底有沒有開放 的這個問題就對了 那我要問的是說 那交通部 是不是有一個 一致性的做法 因為這款的商網 你如果統計起來 這是很恐怖很恐怖 那現在搜尋的結果 就是說 有的管轄有啊 有這個貨車 的這個 裝卸停車格啊 像台北市 加以市 現在開始事辦 二欄關 已經有了 那像這個狀況 是不是應該要去 一致性的去規劃 到底這個要怎麼辦啊 市長 跟委員報告 這個目前各縣是依法 他們是 對啦 那有的有的沒有 那像你看 你也知道 你住身體二十幾年 像新竹這個是最需要的 或者是說 台灣地小人醜 也不是說只有新竹市 很多的地方 那難道 這很奇怪啊 那宜蘭關有 宜蘭關 你如果去路東 還是去宜蘭 在便利商店下貨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停車格 可以用台北市也有 跟他現在四月要試辦 那為什麼 就是說有的縣市 像新竹市 或者是說 你說 可以說其他的管理 齁 也一樣的這個道理啊 所以我是說 那交通部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一個 一致性的立場 到底 齁 啊你也要下去到 各個地方政府 去說 是不是說也要 有一個貨車的 這個停車 停車專區或怎麼樣 啊 跟委員報告 目前依法各縣市 是可以來設置 這些停車格 我知道可以設置啊 那也有設置規範 那如果說 那就亂七八糟嘛 我想我們會找 運安會還有相關的單位齁 地方政府 大家就 這近年來齁 因為違庭所造成這些事件啊 對 我們來做一個調查 好 來做一個調查 那是不是有需要 進一步針對目前的規範來修訂 好 那我們都會來提出具體的方案 希望能夠盡快的去解決這個問題啦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次長齁 因為區間測試這個 你們在4月30號有開一個會嘛 那會後齁 總共有試這個五點的結論齁 但是現在你的這個報告裡面 看起來是說 新北市苗栗縣台中市 跟這個台東縣齁 他繼續的進行區間測試的執法 奇怪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有的縣市是停下來的 像這個彰化縣也停了嘛 對不對 然後台北市人家是說 4月26號 他去檢驗 檢驗結果前 出來前 都已經停了 那我要問啊 那你新北市苗栗縣台中市 台東縣 為什麼可以用 來這個我也請我們夜館單位來報告好不好 謝謝 為什麼這四個縣市可以繼續用 是我想 我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當天開會的情形 其實我們也有想要了解這個情形 那天那個出席的相關的警察機關 對啊 警政署大概也都有表達 那4月26號的時候呢 就曾經喊請各個有區間測速照相的這個 警察執法機關 他們要確認那個功能正常 對 所以你現在已經有確認說 新北市苗栗縣台中市台中縣 有確認正常嗎 不好意思 這些單位 有確認正常嗎 對 不是啦 那你如何測 你如果確認了 你要交一個報告出來啊 你可不可以交一個報告 說你如何確認 因為 台北市 他是說在確認 沒有問題之前 他都停用 所以他到現在自強隧道 跟現在隧道 這兩支都停用喔 那難道你的 這個確認是比較快嗎 我不懂啊 所以 你是不是可以交出啦 這個你的確認的報告 委員不好意思 因為相關的是執法機關啦 那那一天 其實我們在相關的裡頭 都有特別提到 不是啦 局長很多的單位 也都正在進行 你上面寫說 你認為說 這個 這個已經確認正常運作嘛 那我要求你一個報告 這不過分啊 你上面寫說 新北市苗栗縣台中市台東縣 已經確認 是正確的嘛 那我要求一個報告啊 是不是請我們警政 對 主管 主管單位來報告 好 謝謝 委員好 那麼 我這裡的 昨天晚上最新的數字 對 這個統計 台東縣是在4月30號也先行停用 OK 台東縣已經停用了 針對剛剛 新北市苗栗縣台中市 現在還有在用就是新北 苗栗跟台中市 對 那針對委員的指教 對 那當然這個系統剛開始是 地方在建置使用 那它 在正常運作之下 它都有記錄可擊啦 好 那你可不可以交出 你現在你是說 在新北市苗栗縣跟台中市 我要問你的就是說 有沒有確認正常運作嘛 是 當然 有確認嘛 那你可不可以交出一個報告 那 說 這個新北市苗栗縣台中市 有 這個正常運作 是 他們還在正常運作 對啦 那你就是要把你如何 我現在問你如何確認嘛 人家台北市就是現在還在確認中 那你的確認都比較快 對不對 台北市現在 治強隧道跟西奈隧道都停用 彰化縣也停用 台東縣你剛剛講的也停用 那我們現在要問啊 為什麼新北市苗栗縣跟台中市 還在用 然後你還說已經確認正常嘛 那 你把一個報告交到委員會 說你確認正常的報告 我們來檢驗嘛 是 對不對 這應該不過分嘛 是 來協調他們把這個 系統運作的 那你什麼時候要把這個報告交出來 給我們一點時間好了 不是 你不是已經確認正常了嗎 好啦 那是不是一週可以交出來 是 一週可以交 你針對 你去檢驗新北市苗栗縣 台中市的區間測速 沒有 現在還正常運作的報告嘛 這沒有問題嘛 是 我們再協調 好 好 謝謝邱委員 下面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請趙正宇 謝謝 近表 他就要傳播 那麼 還是 快打不웃馬諸 請趙正宇 cherish 那個運輸研究所 梯正數王組長 情inta4 ��운組長 好 forum 去將走 感覺 其他委員有講啊 這個區間測速有沒有 我想它的法源就是 答案條例嘛,對不對,是不是 答案條例 是不是,沒有問題嘛,有法源嘛 這個杜良恆又不能 又沒有法規 有沒有,也沒有法令 來檢測這個東西,是不是 那現在那麼多的問題 你們4月30號開會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一個結果 請說明一下 這個還有商前局 你是 我是當會執行秘書謝民宏 那對於這個杜良恆法的 適用,在我前天 也召集標準局,還有相關 單位來會上,對於目前的 開會的結果,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個適不適合適用 杜良恆的相關法規在 那個所謂杜良恆的 檢驗辦法,它裡面有規範 法定杜良恆器 的硬性檢驗的項目 在速度計的部分有三類 一個是雷達,一個是雷射 一個是感應線圈 那對區間平均數 沒有 在這一塊,當初定的時候並沒有 所以變成就是說 需檢驗的,現在目前只有三類 有關於速度這一塊 以前的法令跟現在是不符使用 對 是不是 所以現在標準局 你現在要加進去嘛,是不是 現在那個標準局,它也覺得說 這一塊,未來以後 因為它這個區間平均數量法 對安全是非常幫助的 也是公務檢用的一個設備 所以他們願意納入 來評估 將這個部分,將這個設備系統 把它增設在裡面 對,放在裡面去 他們現在在做這個 你們才有一個依據嘛,是不是 你要去罰人家 欸,這個老百姓的錢耶 是 是不是,你們這個 那個測速照相的克星啊 是不是 那今天人家會認為說 就像我最近收到一個 一個陳情 它高速公路有沒有 161和171差很多 因為171要幹嘛 要吊扣駕照三個月 161 它連續兩張怎麼差那麼多 一個171的照不清楚 你就罰人家照不清楚了 欸,你今天罰人家要有貧有趣嘛 既然照不清楚 車號照不清楚 啊,你是用拆的嗎 還是用前面那一個 你懂我意思嗎 你今天罰人家要心服口服 今天判決是一樣的 有沒有道理 對 那你今天這個 杜蘭文裡面沒有這些 加進去這個地方 你們是不是有問題 你們現在還在開 對不對 你要填你先暫停 市長有沒有問題 當我們這個有沒有全部都沒有問題的之後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個涉及到杜蘭文的修法 那我們是很支持這個修法把它納入 當然支持啊 那標檢局呢 我們最近協調他們也同意往這個方向來演繹 所以後續大家有修法共識之後 我們交通部啊 一定會全力來配合 好,你要修法你很清楚 當次長要修多久 你也很清楚 要很久的時間 那這個還沒有訂出來之後 對不對 沒有這個規範的時候 能不能先停 這個我們 我們會找標檢局 就 在修法之前的臨時的這個措施 要多久 請交給 這個 市長要多久 這個標檢局 我們會馬上來跟他 提出建議 那 馬上來協調 大概要多久時間 你預計啦 你接來貝許你就要告訴我們時間啊 是不是 交通部在這一兩個禮拜 一定就會找標檢局 來研議 我們兩個禮拜可以不可以 好不好 我們也會來找標檢局來演議 做出一個決議來跟我們交通 那個委員會來報告好不好 可以嗎 兩個禮拜 謝謝 執行密書沒問題吧 那市長 1968 想APP有沒有 這個就是 我們的警示系統嘛 這個上次也講了半天 那今天 那今天 我記得部長說 我們只有用中華電信的嘛 因為跟CDC 他是要求他嘛 那是不是因為是 CDC要求 是沒有付費的 他的數據 是非常差的 那今天 你看他11個地點有沒有 景點有沒有 你看 五一年假有沒有 11個景點沒什麼人去 反正那個 沒有景點的 沒有警示的 全部一堆人 這個的 精密度是非常差的 那你覺得用這個 1968 APP 警示系統 有沒有作用 有沒有警示的作用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一套系統是支援CDC 他所做的這個防疫的這個措施 所有的數據都是 準確的 只是在運算式方面 或許沒有 他這個大數據的嘛 對不對 他是運算式的這個問題 並不是說 你這個手機 位置的這個 準確度的這個問題 那這一部分我想 最重要的還是要跟地方來協商 對 我那天有講 你地方要不要去看一下 要派人去看 或是他有一些 我們現在網路是非常發達 而且監控也是非常發達 有沒有 由於到安那些 都可以利用這個東西來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人 真的有這麼多 所以目前 有警示才有 真的警示 反而警示的沒人去 沒警示的一堆人 是不是 又沒有社交距離 這個是必須來跟地方協商的 是不是要協商快一點 現有的點是不是要維持 對 那是不是要新增 或是要減少 這個都應該要跟地方協商再來做決定 好 謝謝 另外一個那個 印竹研佑所 張組長有來嗎 來 來 總長我請教你 什麼叫做平均自由速率 自由速率 就是沒有限制的時候 就開的那個速率叫自由速率 開得很舒服 就沒有什麼狀況也沒有什麼人了有沒有 他自己感覺很舒服嘛對不對 平均自由速率嘛對不對 那我們高速公路局 我想高速公路好了 高速公路平均是多少速限 平均大概一百一一百二這樣一百 欸有的九十耶 有的一百 有的一百一 現在路街有六十 你看六十到一百一 你看差多多 啊你平均自由速率 欸我有時候現在的車跟以前的車不一樣 我們政府花了很多金錢 很多費用 為什麼 把道路做好有沒有 交通信用做好 現在車不管是國產車進口車 車子的品質都非常好 跟早期的不一樣 每一台車幾乎都有配一個什麼 衛星導航你知道嗎 衛星導航 在速率的時候會提醒你 前有測速照鏡 或是速率多少對不對 我也常碰到啊 他告訴我前面是九十 我剛才講啊 平均自由速率 我覺得旁邊沒有車的時候 我也他也提示我 也警示我 可是我照樣會開到一百以上 為什麼 就是自由速率嘛 那我今天講這個意思是為什麼 那我們一百一十九 欸 二零一九年喔 有沒有 我們自由速率有沒有 他是多少公里 我問你一下 速度 這個他沒有上線 還沒有上線 都沒有上線 有啦 一般的車開到多少 你開什麼車 大概多少車有沒有 像平均是一百一十五 車輛限制 車輛限制還有道路的限制 還是有差的 那我今天講這個問題是什麼 今天不是超速 超速的話 只有在我們的高速公路 那個有沒有 造勢率 A1 A2 A3有沒有 只有2%而已 好 那我們有些速率 我跟你講 局長剛剛在這邊 你們要檢討一下 有的地方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你會變成90 突然從一百一變成90 有沒有 這很奇怪 怎麼會沒有 我等一下告訴你在哪裡 很奇怪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講這個平均自由速率的意思是說 我們各個街 路有沒有 要統一一個速率 讓用路人比較方便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趙正宇委員 下面請李昏哲、趙偉 發言 謝謝趙偉 請一下次長 還有 請次長 陳次長 陳局長 道安 謝秘書 道安 警政署 王組長 王組長 有請 趙偉 次長 有關於這次的修正案 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 我們的學童、小朋友 上下課接送的一個問題 那 在目前 有關於 耗製相關的規範 只有在 這個 紅線 黃線 要畫多寬 以及所使用的材質 那 對於 紅線跟黃線 要畫在哪裡 是由地方 政府 來做決定的 來,我請教一下 陳市長 是不是這樣 呃 跟委員報告 紅線的部分 齁,在像我們處罰條例55條 其實都有明確的規定 像一般的,就是說路口的這一個 交叉路口10公尺 那這一個公車站牌消防栓 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你連那個 呃,臨時停車其實都不可以 所以它就是有紅線的 除了基本的規範之外 對 那另外 其他要畫紅線的地方 是由地方政府來做決定 是,沒有錯 好,那我請教一下陳市長 有關於這一次修正的議題裡面 包含這種 呃,暫時停車的 這樣30秒的一個問題 那 這 暫時停車30秒 是要畫紅線 是不是 來說明一下 呃,跟委員報告 就是 呃,這一次的話 民眾黨團 他是有新提案 那因為 台北市政府 就是說他也有正式公文 跟交通部建議 那初步就是說 他們是希望在紅線跟黃線之間 再另定一個就是說一個標線 那目前他們是有跟我們交通部提到 就是說可能是要定紅須線 好,那我們這個問題的重點 就是在於說 如何 呃,來處理接送 學童的這種臨時上下車的一個需求 另外 就是啊,如何讓 學童上下學的安全啊 能夠獲得保障 這是最重要的課題 對不對 呃,那我們現在 在處理 紅須線 或是暫時停車30秒 會不會 執法上 會比較困難 當然這個利益 有它良善的地方啦 但是我們來 討論一下實際的問題 那 30秒的認定 請警政署王組長 來說明一下 這個執法上會不會有困難 好,八委員 那當然這法條規定啊 它是有需要考量的地方 必須具體 但是同仁在執勤的時候啊 要怎麼去判斷這30秒 那恐怕還要有一段的時間啊 來教育 或者是 怎麼樣子 讓同仁 能夠測出這30秒 好 來,陳市長我再請教一下 那我們現在 如果再加紅須線 這樣的一個畫色 那 紅線 黃線 紅須線 還有白線 那會不會造成啊 標線的複雜化 來說明一下 會不會標線的複雜化 難以識別 是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要新增標線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一定 我們要建立這個標線的權威 然後另外就是說 讓國人能夠了解 標線的權威 對,還有標線的定義 我是問你會不會複雜化 識別複雜化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 目前 除了複雜化之外 在相關紅須線 你原本 就有紅線 以及黃線 黃線就是 臨時停車三分鐘以內 是 那30秒也包含這 沒錯 三分鐘以內 是 那會不會變成複雜化 另外 你還要偵設 很多的標竿 不是嗎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因為 我們不是在推行 減乾的政策嗎 對 因為我們大概就是說 呃 北市府有提案以後 大概就是了解就是說 其他國家對於這個 呃 要付那個 就像委員說的 要加標誌感 要立很多標桿 那大概就是說 呃 台北市政府是認為說 很多的巷道 如果說你 你在紅線裡面 再立很多標桿 可能 標桿是沒辦法立的 所以 大概就是說 國外也有一些就是說 標線可以有多種 我現在請教你就是說 如果修法30秒 來上下車接送 這樣的一個暫時停車 那時間明顯就不足嘛 而且因為時間緊迫 會不會增加行車的糾紛 還有 血統 危險的這樣的一個疑慮 那我們 我們車輛接送啊 就是 你一定要注意後方的來車 前方車型的狀況 然後還要開關車門 小朋友要下車 會不會就超過30秒 是 還有機車接送 我們很多的 市民投家 騎著機車 接送小孩的時候 那 他機車要停下來 然後 小朋友要下車 小朋友下車也不是他直接就跳下車啊 有的小朋友 剛練一年級二年級 他也沒辦法直接跳下來啊 他也是要移到前座 前座再下來 然後還要脫安全帽 這還是 接他 送他上課的時候 如果要接他 下課的時候 車子停好 小朋友來 還要幫他戴好安全帽 然後再 發動機車離開 這樣30秒夠嗎 對 這個的話就不夠 而且 市長我要提醒你 小朋友一定要在那邊等你30秒才夠 如果小朋友 要 這個 要 等他爸爸媽媽 等來接的人 他的時間 他的地點沒有很確定 那 這個車輛是不是一定 一直在那邊繞來繞去的 是 所以就是說如果有這樣需求的話 基本上 就是要畫像黃線或者是家長接送區 因為像有的學校在周圍的話 其實他是畫家長接送區 然後讓家長跟小朋友可以在那個家長接送區 做相關的一個 重點就來了嘛 對 家長接送區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相關的規劃 就是說 能夠讓 家長 有一個地方 處理好停車 相關的議題 那就是說 警政署跟交通部 要跟地方政府針對 這樣的一個 暫時停車30秒 紅須線 還要增設相關的號制標竿 這樣的議題啊 去做相關的協商 因為 這個關係到 接送學童上下課的問題 更重要的 它也關係到學童的 基本安全的保障 是 這個必須啊 要從長記憶 當然這樣的一個 暫時停車30秒 跟原本的 臨時停車3分鐘 都是一個 緩衝的一個設計 當然有它的一個設計的動機 但是 我們也必須要去面對實際的問題 陳如我剛才所言 標線複雜化 難以識別 然後更要設立更多的標 而且我們更要考慮 機車朋友 接送 小朋友上下學 脫帶安全帽 上下車的問題 這 這 一定是機車朋友 小朋友 你要接他 回家的時候 你要幫他拿出安全帽 幫他戴好 讓他坐好 然後你再上車離開 這30秒夠嗎 這個我們都必須啊 要實際的 去了解實際的狀況 來做最好的安排 血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這個相關停車的問題 必須要規劃相關的 接送區 還有這種相關的 一個保障行人通行的狀況之下 我們也必須要去檢討說 相關的機車動線 的接送問題 以及啊 他這樣的一個 會不會有追撞的相關的問題 安全啊 都是我們必須要 把持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原則 好 謝謝我們李昆哲的招委 下面請 魯明哲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 請我們黃次長 好請黃次長 黃次長早 今天還有問題啊 這個因為 大概範圍比較 稍微廣一點 因為我擔任立法委員到目前為止 沒有見過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沒有機會當面跟他詢問 那我就直接請教你 4月9號 政府的一個德政 事實上很多 我們在台灣國人 他有很多二等親 他的親人 他在國外世界各地 那我們現在也知道 現在世界各地 尤其歐美 他的疫情啊 是這整個月來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4月9號 當我們的指揮中心宣布 口罩可以寄給海外親人 其實對於很多 這個在國人的一個家屬 真的是一個福音了 我相信他們都會非常感謝 那當時我們財政部關稅署 出了這樣的一個DM文宣 簡單來講 整個手續大家都知道 可以寄30片兩個月 然後呢 經過這些步驟 最後兩點 是一個重點 第一個 你可以有兩種管道 當然這個沒有建議啊 第一個 郵局 直接到郵局寄送 哇 那郵局到處都有 後面三個字是重點啊 因為到國外的一個口罩 免報官 聽起來 就是又簡單又快啦 那如果你快遞公司呢 他要做簡易的報官出口 其實一般民眾不清楚啊 所以 大部分寄給親人的口罩 大概至少八成 透過了郵局 因為免報官 大家期待的快 那從四月九號到四月二十九號 到後面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了 到二十天 二十天 我們郵局 這些EMS 要寄到海外的口罩 的統計啊 每一天 大概四千七百 四千七百零二 件 口罩的一個郵件 其中以每週 大概佔百分之六十五 歐洲佔百分之七 兩個加起來大概佔四分之三 因為 是疫情的重災區 這二十天 有多少個口罩 透過我們郵局要往外寄 總共是 八萬四千六百多個 其次這八萬多個包裹 它包含的 不光是三十片口罩 是包含的 國人家屬的 那一份集的心 我相信你可以理解 那但是 到了二十九號 大家發現 原來他們不知道 有人打電話給我說 開玩笑 原來我寄個口罩 連這包口罩都要居家檢疫十四天 放在郵局寄不出去 放在那邊十四天二十天 所以人家跟我說 委員啊 我連口罩都要居家檢疫十四天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應該 那市長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事情 市長大家都知道 可是到現在為止 跟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已經解決了 那它的問題 並不是在我們 郵局的作業的問題 而是 因為國際航線的減班 所以國際貨運的量能不足 所以我們也緊急協調了華航 那華航同意 也是從五月一號開始 這個禮拜 我們就會完成原來累積的 超過八十公噸的口罩的這個運送 那我們有加開航班 也增加了這個運送的量 原來每一天因為航班的問題 只能運送一公噸 那現在呢 我們在五月六號八號之前 就會把原來累積的這八十公噸 全部運送完成 所以四月三十號 因為我們透過民航局 介入協調 也謝謝交通部 關注到這個議題 協調當時跟民眾 說明的是五月六號 也是今天 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 五月六號 能不能 市長還是你知不知道 還是會有在跟我說 五月六號到底 這些民眾一切期盼的口罩 寄出去沒有 這個航班 航班是事先就已經規劃好的 那等一下 我也會再確認 好 你確認之後再跟我說 大概已經出去了多少包裹 然後如果還來不及 大概要什麼時間 你會不會再跟我說 但是我希望 我們整個交通部 了解 我們國人這樣一個心情啊 事實上 對整個防疫工作 願意留在國外的國人 他也在幫忙台灣的防疫 市長你認不認同 他在最關鍵的時刻 我們都知道 那時候回來很多人 能夠確診的比例非常高 他們一方面擔心自己坐飛機 的時候可能會感染 第二方面他就留在原地 他也幫忙台灣防疫的工作 那這時候在第一階段沒有辦法計 我相信很多人也認同 台灣自己內部 我們先把防疫工作做好 但是可以記的時候 大家不是期待這種效率啦 相對於民眾現在在想什麼呢 民眾在想是 4月初同樣宣布了 口罩外交的一個工作 結果一千萬個口罩 一千萬口罩喔 不到七天 美國兩百萬 歐洲七百萬 邦交國一百萬 不到七天全部送出去了 4月9號馬上啟動第二波 又送六百萬個口罩 跟新南向國家等等的 又在大概不到十天 全部送給我們的友人了 但對這些人來 我的家人都沒收到 我們的國外友人 沒有人有意見 可是你兩相對比 昨天外交部又啟動 國人自己捐助的口罩 第三波的一個園外的活動 開始了 所以我想次長 當然有一些不是你的業務 結果我問了外交部 我說你們怎麼這麼快 哇 那你乾脆跟國人說好了 在這種時間千萬不要找郵局 剛剛第一張圖 是騙你的 雖然是免報官 但是會卡官 就這樣 他們全部外交部都用DHO 或者其他快遞公司 剛剛已經跟委員 跟大會報告 這不是郵局的問題 不是郵局效率的問題 而是因為航班停班 貨運量受到限制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以最快的速度 五月一號到五月六號今天 來解決這個八十幾公噸的運送 這幾天還是有累積一些量 那後續呢 我們也會請華航 盡量增加航班 增加貨運 好啦 次長 我時間到了啦 我是建議一下 郵局效率怎麼樣不知道啦 但是你們在宣傳的 經濟部在宣傳的時候 讓大家的包裹都走到一個 會卡關的 那其他的快遞公司 個人因為他有自己的倉儲 自己的飛機 他能夠最快就飛出去 這個部分你們有多少量吃多少 這樣才可以 因為兩個月 六月九號 在到的時候 我真的是希望 你們有沒有把握 跟國人說口罩到我那邊 在七天之內就可以送出去 如果沒有把握 能不能把它的納入說明 就是我郵局我的效率很快 但是全世界 我沒有自己的飛機 私人的貴一點 我覺得你們要解釋清楚啦 因為很多人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他寄出去了 快二十幾天了 他在種災區的家人 還沒有收到 但我們想 這能不能跟中華郵政齁 在第二波啟動的時候 你們要思考一下 好不好 要超前部署一下 謝謝委員 市長他講隔離十四天現在沒有了齁 這是 這是誤傳 沒有這樣的事情 喔 盧委員 沒有啦 就放二十天而已啦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盧明澤委員 下面請 林俊憲委員 發言 謝謝主席 本期要請我們交通部黃次長 黃次長 有請 黃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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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Hyun 交通部 透過科技場 會報 你 continental 外國的廠商一起到台灣 來設廠JV這個事情 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 好 那你知道經濟部2016年 它就開始 明文禁止 來自中國的大客車進到台灣 你知道嗎 全車進口是禁止的 你知道吧 對 全車禁止進口 來 再回到上一頁 那你知道業者 因為禁止進口 所以他把它切成五片 你知道嗎 回來台灣再把它裝起來 你知道嗎 這個相關的檢驗 你知不知道 跟規範 這個是經濟部在 你知不知道 交通部在管 你是主管機關 經濟部有跟陸正式說 如果這樣子化整為林 把它切成五片的 零件進口到台灣 再把它組裝起來 對我們國內產業有傷害 那麼業務主管機關 交通部 政府要求你們 來討論 他可以 連這樣的零件 他都可以禁止進口 你知道嗎 這個我是不是請市長來說明 你知道嗎 然後我跟你們市長 講過很多次 他就是不去跟 經濟部提出 類似這樣的一個講法 所以這種的 化整為林 借私還混的 來自中國的大客車 在台灣 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交通部有補助 這個車不可以進口 為什麼當年沒做 我們現在在紓困耶 國家現在這樣 大家在財政上 跟說非常的緊 那就這樣浪費 這是違法的行為 你又不知道嗎 你這樣不要不要處理 這個都有相關的檢驗機制 沒有 沒有檢驗機制 好來 陳市長來 陳市長來 謝謝 跟委員報告 就是 確實目前 就是經濟部已經禁止 就是說 這個車身 整車的這個 這個禁止進口 那 五大部件的 這一個進口 這個相關的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再跟 這個經濟部再確認 是不是就是說 黃市長你聽到沒有 他說再確認 他也同意了 他也承認 經濟部要找你們談 經濟部 談很久 我也把經濟部找來 我也找交通部來 沒有找 兩邊我都談過 你為什麼不去找經濟部談 對 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 我想我們 我已經跟你說 我已經跟你說很久了 要開會要找經濟部來談 是 今年跟你說 我現在 你就是不去找經濟部談 那像這種車 可以來領我們的補助款嗎 這車很簡單 根據我的統計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幾 都是這種屆市販文 他整車規定不能進口 我把它切成五片 回來台灣還要抬起來 一台都要給你請錢 兩百三百 這樣請 申請補助 這可以嗎 這合理嗎 我們補助就是希望 國內的相關產業 你也有機會來參與 你要帶動國內產業 是 我上次部長本人在這裡 我問這個可以請補助 部長也不認同 市長你覺得這個可以繼續補助他嗎 有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已經開會 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對於國內產業的優先 扶持國內產業的這個目標 這可以請補助嗎 因為現在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因為他當初 你不敢有立場 是合法進口 所以我們有要開會 他合法進口 但是他不能請補助 這個部分有要開會來做一個確認 你還補助他 所以現在啊 很多車體廠啊 他就沒生理嘛 他也要去進口來打了 來幫你請補助啊 那很多的客運業者 發現有這個漏洞 他也去申請啊 他也去警告啊 警告這種五大部件 那回來台灣再偷偷組裝起來 反正你陸正司照樣補助啊 你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 你是不敢去處理 你有壓力嗎 你跟業者什麼 你跟這些偷渡的業者什麼關係 沒有 什麼關係 跟委員報告 你什麼要處理 其實我們已經要開會處理了 你壓力來源是哪裡 沒有 已經就是說 你對我說所有壓力 沒有啦 跟委員報告 就是因為車體公會的提案 其實我們已經 你不敢處理嗎 來 補掉林家榮部長在這邊講 他不認同 這樣可以補助 對不對 你所理說 你要回去處理嘛 黃次長 今天你最多了 你看一下 我們陸正司發這個文 發這個文說 因為國內車身打造業者建議 這個不要補助 他現在不補助啊 你陸正司發出來的文 第一句話是這麼寫喔 關於國內 就是說國內有些產業業者建議這個五大部件喔 來台灣組裝的這個不能補助 你不補助是其他業者的建議嗎 你交通部有沒有立場 交通部 有人說文竟然是怎樣 交通部一定是要推動國產化 那如果說外商他願意來台灣提供產品必須要 外商?什麼外商? 他這不是外商啦 外商如果想要來台灣提供車輛 你不要亂講啦 你不要亂講啦 外商投資讓我們歡迎嘛 對歡迎 那經濟部只禁止來自中國來自中國的這個車嘛 他是禁止整車進口 好啊你把他切成五大 你來這裡倒下去就沒關係 跟委員報告我們會尊重 那可以請補助嗎 我們會尊重經濟部的規範 經濟部說 如果 我們可以去指導經濟部 經濟部說 你若是國安部認為這個切成五大來台灣倒起來 對國內產業有傷害 那他也可以禁止 只要你叫任務部業務主管機關 有 要跟他去討論 跟他去開個會 那這個事情我們建議 是不是 已經說很久了 我今年說我現在說很久了 改天來召開一個協調會 我覺得不知道到底誰在護航這件事情 已經講很久了 林教堂部長如果 不敢處理 沒關係那我們就找行政院嘛 我們就找蘇任章運長來處理嘛 你才可以 這個車子都來補助 這讓他進來裝起來 能夠讓他掛牌上路 就已經是偷渡 違反經濟部的規定了 你教堂部還每一部車都補助他錢 這補了百萬耶 我們現在已經補助多少了 然後你陸政司也不敢負責 你如果要討論這件事 你跟我們不 你是主管機關 你自己要有態度 如果你現在說 現在要禁止啊 是因為 有 某個產業公會的建議 哪有說問 你到底有沒有立場 你部長也說 他也領 這不能再跟我們簽補助 這很明顯的偷渡嘛 來來 我們再看一下 他切成五片那一塊 次長 這跟國外的車廠 在台灣投資有關係嗎 這個第一次看到 這個跟你講的那個 有一樣嗎 你說的是這個嗎 我不知道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 這樣的東西 你第一次看到 你不要看過 沒關係 我待會再給你更多的資料 不要看過 這跟你所講的 國外廠商在台灣投資 這個不是啦 這就是把 一艘車 因為經濟部居然禁止 整車進口 他能把它切成五片 讓台灣頭倒下來了 你處理這個有壓力嗎 市長 我沒有壓力 這個我都第一次看到 交通部 國產化的政策 非常明確 也歡迎國外廠商 市長你有聽到嗎 好 那你交通部 先拿出立場好不好 這就不可以 這就不可以跟我們簽補助金 你 從去年拖到現在 這個 這個我覺得喔 不是一般普通的狀況啦 你到底 你跟業者沒有關係嗎 有沒有關係 你說沒有關係嗎 那誰給你壓力 各位原報告 就是說我們已經 就是說依照公會的 這個監議已經開會 然後確認就是說 這一個 那你剛才沒自己想太多嗎 對 就是確認 就是說 朝這個方向來 那部長也說 他不認為這個不可以請補助 你也不敢執行 他主要可能碳的排放量的問題啦 舊車的問題啦 跟什麼關係都沒問題 沒關係 這個就是官商勾結的問題 跟官商勾結有問題啦 好謝謝主席喔 好啊 謝謝 金先生委員 謝謝 現在要處理 臨時提案 請議事宣布第一案 臨時提案一 建議在更完善周全的 執法機關研議完成之前 交通部應會同 內政部及相關單位 立即停止全國區間 測速照相 交通部應會同 內政部及相關單位 統一於 統一網站上公布 並定期更新 全國區間 測速執法地點 加通部應同時 異應研議區間測速 相關配套資訊 採用區間測速之路段 除距離表示之外 異應定有里程上限 並與執法路段內一定距離 的連續明顯標示 提醒駕駛區執法區間 之剩餘里程移 以免駕駛分心的危害行車安全 提案的委員趙正與許智傑 秋顯至凌距線核心存線的完畢 各位委員及行政單位有沒有意見 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 好 有 王主長 報告委員會 因為我們這個區間平均速率 這是對於我們行車安全速度管理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措施 從過去一個點的管理 現在成一個區間一個斷的管理 就提升交通的安全 降低事故 這有很大的成效 這已經在實施的單位 都已經有做過這樣的一個結論出來 那麼現在面臨的彰化線的情形 它其實是個個案 因為它這個系統出來 它都有自動調整的功能 但是可能因為基建的異常或者是等等各種的因素 它造成短暫的異常 那它這個異常呢 其實它系統自己也會偵測 我們同仁也會去看 我們同仁在開這個單子的時候會去比對 這個計時的這個正確性 那麼我們在4月25號我們就通知各 這個警察局有在使用的這幾個警察局 我們說你要確保它正常的時候你再去開單 你就發現這個異常了 你就不要去開單了嘛 那目前因為當初這個經費 是來自很多的單位的 有些交通部有些縣市政府 那建制的單位也不一樣 有些交通局有些公路總局有些縣市政府建制的 那麼它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他們自己覺得說 這個系統也不太穩定了 他們都已經主動去停用了 那他們已經用了 覺得說它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很正常的 我們現在說以中央的立場 要去限制它說 你通通不能用 老實講我們也說不過去啦 這是地方有些地方經費自己監製的 那他們很正常的在運作 而且也能夠符合我們這個交通的需求 那麼我們是不是不要去 全面性的去讓它立即停用 我們就是說宣誓性的 我們還說你必須要確保正常的運作 這個以上建立 那你不全面的話 你局部是哪一些呢 這文字上可不可以把它修正說 交通部應會統內政部及相關單位 協調縣市政府確認系統的正常運作前 你要確認它正常運作 你沒有確認它正常運作 那你就暫停 你要怎麼改 交通部應會統內政部及相關單位 協調縣市政府確認系統正常運作前 暫停區間平均 對 就是這個事 各位有沒意見 那這段間不要再發生像彰化這樣 這個路段的驅策 這個招經這種情況 我認為我是支持這個提案 因為年底之後 台北新北市跟宜蘭這段都要實施啦 那當時又任何發現一個事情發生出來的話 那是 那是 不過警政署王鳳衛組長的意思是說 目前各縣市在執行這個任務啊 目前沒有很大的反彈跟聲音 當然我們趙正宜委員提案委員喔 他提出來一定是民意留一個反應啦 沒有 那主席你再聽我講一下喔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 我們發生這麼嚴重的錯誤 為什麼撤銷了3627件的罰單 可見這個喔 這是很大量的一個長時間的一個問題啦 你們都沒有查出來 那現在我們 定制其實 就是要求你們趕快把這個標準 這個 檢定的標準跟 驗證的方式趕快定出來 否則的話喔 在發生任何地方 在發生一件兩件的話 這個 我們在處理這種明年的事情 處理不完 所以我建議還是喔 為了給 我們為了 這個這個 妥善處理這個事情喔 我認為還是立即喔 就像 把他所有這些這個 啊 暫停前國的區間 測速照相 這個是我的看法喔 不要再發生在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 因為你們這個是嚴重的 招艦啊 不是說個案一講件而已 長時間 3627件 喔這個我認為這是重大疏失喔 如果 政委面的通教決心 趕快把這個標準訂出來的話 冒能再去實施 任何再發生一件兩件喔 在其他縣市 沒有人可以承擔這個事情 好 請我們林俊憲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喔 我想請教那個 幾個問題喔 就是說 檢測署有看到我們這個提案嘛 那最後面其實那個提案我覺得 非常好 是 就是說因為你區間的測速 距離大概四公里嘛 所以駕駛如果 通過第一個告訴你說 開始區間測速了 它通常會減速 然後駕駛一定會分心去看 四公里到了沒有 是 所以你們要去 你們要去 統計看那個狀況 中間在這一些解釋 對對對 這四公里 那會不會造成 反而造成塞車 或者是 車流不順暢的狀況 因為每個駕駛都會停下來 每個駕駛都會去注意 四公里後 還剩多遠可以離開 區間測速的危險區 那大家會怕嘛 那你們應該有一個標示 說你大概還距離多遠 開出去 我是覺得這個門重要 另外就是說 車流有沒有在 這個區間測速當中 會形成不順暢 反而都太慢了 反而賽車 就之前有出現過 這個是 其實它是為 進入了這個區 它會設置區間測速 就是說這個路段 可能它 它比較需要出現的管制 心理狀態它一定會減很慢 那很多人看到 前面要測速 可能它就會把它降到 這個 這個 這個速限的範圍 那經過這個段的中間 我們再做一些提醒 是 這是可以做的 您 我是對主席 我是對這個經費 有一點疑問 我們全台第一支 是公路總局 體育類隧道 在萬里隧道做的嘛 花不到兩百萬 那接下來各縣制做的喔 公路總局都有補助嘛 我看有 交通部啦 那寫交通部有補助啦 就你給我們 你給我們資料裡面 都有寫交通部補助 還有地方自酬 每一支都是 四百五一到七百多萬 那到底整個是要多少錢 為什麼各地各地方裝的那個經費超那麼多 對那個 而且你裝越多應該越便宜啊 你一段時間還不可以統一採購 跟主席跟衛文報告 這裡面的建制的經費來源 有當會補助也有我們工種 當然還有一些地方是屬於地方自從 自己自己做的 那這個設備一開始工種 它在萬里隧道 它是用原本既有的攝影機 所以它的後面建制的系統 就相對比較便宜 可是完全要採用一個新的 一個建制 包括CGTV 主機 伺服器 等等 這個設備大概在估算起來 那你們新的也有四百五 也有七百六 也差很多 因為有的是 它幾個系統一起連在一起 然後合併的 那這裡面我們 補助的大概上限 都是在四百萬左右 那 完全由地方自從 它依照 它自己的需要 有的可能會高一點 它的規格很多 比如說 它有多功能的 它不是只有單單 區間平均速率系統 那我再補充回應一下 剛剛主席 您關切的 會設置在這邊 都是通常是比較危險的路段 例如我們常常聽到 台中 像上路那個大斜坡 稱為死亡道路 編宜公路 外斜坡 常常在那邊飆車死亡 那居民也非常反彈 這種比較危險的路段 長隧道 它不能有事故 一事故的話 發生火災 火災很危險 所以我們都希望它保持均速 那我們測過那個量 均速的前起之下 它通過的流量 通常都不會降低 反而有時候會提升 這一點對 安全 效率 上都有幫助 所以剛剛講說 有些地段 像 像那個北宜 或者是一些比較彎曲路段 上去 常常在飆車 那這就是希望說 控制速率 來 達到安全 這些路段 大概都是這樣的特性 那西濱 我必須講是說 它的路段特性 像彰化這一段 它有個測風帶 開太快 開太快 所以我們希望它降低速率 來保證它的安全 像那個西濱 沒有執法的空間 遠景 要站在那邊測速 非常危險 所以當初在這的時候 也是遠景 因為考慮安全 執法的需要 所以我們用一個固定的科學設備 來造成說 大家慢慢開 這一段 灣區比較危險 那其他比較安全的地方 不會設 不是等一下 那個王組長 請認識王組長 這個如果立即暫停 全國區間的測速照相 各縣市政府有意見嗎 報告周圍 因為這有些是地方 政府自己的預算去建置的 而且 它目前也能夠正常運作 那我們以中央的立場 我們只能要求說 你如果不正常 你自己就應該停用 但他覺得他正常 他繼續在使用中 我們要叫他停用 是不是保留一點彈性 這樣好不好 休息五分鐘 正好十點半了 你們溝通一下 好不好 我看很多委員有意見 好不好 好 我們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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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不可 我叫你们咱们 规测 可能 不 NORM 在 ago 好 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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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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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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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还在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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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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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